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欢迎来到第35期的聊新品 干杯 以为现在出新品的速度会变慢 但其实并没有 这期我们会聊到很多很多的产品 首先是Vangos的彩妆线 它之前是一直只在出刷子 这次是终于出到了真正的彩妆 而且这个也不是和任何品牌的合作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它自己的产品 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它的视频 就是它做刷子砖的钱全都会骗走了吗 超级惨 它这次出的都是纯布产品 在beauty历史上已经大部分都卖断货了 看颜色的话 整个系列都是走那种比较neutral 比较实用日常的路线 首先是它有出10个颜色的口红 是售价28美元一个 这口红的质地是那种断面的 长得像指导有那个是唇彩 还有五支唇线笔 虽然Vangos一直说 它产品是面向所有人的 但我总觉得它产品定位 是更偏那种淑女路线 颜色都是走的那种成熟有气质路线 虽然没有什么看起来非常特别的颜色 但还是想支持一下 再然后是Anastasia的新品 是这个大盘 是Novina四号盘 这盘颜色看起来是很美了 而且里面也有press glitters 也有那种偏光的亮片色 颜色也是走的粉紫路线 但这个眼影盘是不是非常眼熟 这个跟他们Novina的原始盘 还有Amorizzi眼影盘都非常像 这盘眼影很美 但是跟它之前眼影盘又重复的还蛮多的 这个会在5月11号上市 价格应该跟他们之前的一样是79加币 然后又是Mac跟王者荣耀的合作 这次是五支口红 五盘眼影 还有一个高光 五支口红全部都是热门色号 也就是又一个重新包装 高光呢就是double gleam 又是一个重新包装 另外还有五盘的四色眼影 一盘蓝色系的 两盘红色系的 还有两盘这种橘黄色系的 这个四色眼影看起来还蛮普通的 这个联名真的好无聊啊 又是一次重新包装 完全没有认真再做 那这个现在已经上市了 接下来是Mac跟Selina的第二次联名 Selina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墨西哥裔的歌后 今年Netflix也会上她的一个传记 这个联名现在已经上市了 整体颜色是那种偏红 比较热情性感的风格 这个八色眼影盘是售价35美元 里面比较显眼的就是红色还有粉色 另外就是比较日常的这种棕色 还有深金色的高光 四支口红就是深红还有裸色 三支里面有亮片的这个唇彩 三支亚光唇釉也是深橘红深眉红还有棕色 两支唇线笔也是红色跟棕色 我觉得很多拉丁裔的联名 都是这种深红或者深橘红 再加上裸色或者棕色 这整个系列都是这种特殊包装的 然后是这个绝美的Mac Mosaic Masterpiece系列 这个系列是先在欧洲上市的 就包装超美是不是 首先是三个颜色口红 这次终于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这三个颜色都很美很想买 接下来这个印花很美 很像一个月饼的高光呢 这个高光是老色号是Whisper of Guilt 还有一个九色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只有中间的紫色是比较显眼的 另外的都是比较日常的颜色 另外还有刷子 睫毛膏 眼线液这种 这个系列我最期待它的口红 Mac终于讲完了 接下来是Bobbi Brown 这个是Bobbi Brown跟Flower Girl的联名 它整个系列的包装也都有很多的花朵 首先看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的印花真的非常美 还有一红一橘两个 这个高状的腮红加上高光 三个颜色的唇彩 还有三个颜色双头眼影笔 内容其实蛮无聊的 再然后是Nebula的新品 这个也已经上市了 这色新品是有三盘这个六色的眼影 然后三盘颜色都还蛮漂亮的 亮片色看试色都很美 Nebula做亮片里面经常有绝美的偏光 六色眼影是售价24美元 另外还有三支口红是售价16美元 这个现在在Alta已经有售了 再然后是Colorpop的新品 那这个你是可以在Alta买得到 首先是有两盘九色眼影 是售价14美元一盘 一盘是这种冷紫色系的 另一盘是稍微偏暖一些的 这种粉棕色系的 颜色是很美 但跟他们之前出的产品就非常的类似 这两盘都看不出是新品 另外还有唇彩跟腮红 颜色都还蛮日常的 不算是非常让人激动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系列 接下来这套很梦幻的呢是Wet and Wild 这是他们的FM Fantasy Makers系列 这整个系列都是只有在Wormat有售 而且所有东西都是五美金以内 这些高光看起来也蛮可爱的 而且颜色很美 色色眼影看起来好炸裂 身体的tattoo 身体的这种亮粉 整个系列都很闪闪亮亮 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很便宜 再然后是一个小众品牌 Last Flash Cosmetics跟Hunger Game 也就是饥饿游戏的联名 饥饿游戏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那我们来看这个联名吧 这个它是分为两个系列 白色那块呢是他们国会的 就是非常fashion上层人士系列 黑色那块呢就是Girl on Fire系列 那首先我们看白色那块的 我觉得这块应该是代表那种 非常奢华夸张时尚 但这个产品就有点一言难尽 首先是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这个眼影盘真的很难看 然后它是要售价20美元 另外还有这个非常夸张的假睫毛 是12美元 闪片液体眼线液是14美元 两个红色的哑光唇釉是16美元 这个看起来挺廉价的 接下来Girl on Fire系列呢 这整个系列就是大地色系的 也是同样眼影 还有这种闪片眼线液 不是那么夸张的假睫毛 还有哑光唇釉 一定要联名的话 还是让Colorpop去做联名吧 这个实在是做得太差了 接下来是小众品牌 Nomad Cosmetics 他们的Studio 54系列 都是这个夜店风的闪片 四色这个眼影盘是售价19美元 另外两个是高光 也是19美元一个 然后又是小众品牌 Makeup Maniac Cosmetics的新品 首先是这个叫Pastel Tree 眼影盘 这就全都是马卡龙色的 我现在看到这个色系的眼影盘 真的是害怕 这个眼影盘是售价24美元 另外这个是Weekend Swafee 眼影盘 蛮像它的名字 周末的夜晚 这里面的几个 Pressed Glitters还蛮美的 这个是12色的 售价是26美元 接下来又是小众品牌 Sugary Cosmetics的冰淇淋系列 那这个已经在他们网站上有售了 这个品牌产品跟BomShell的很像 就是做成这种开放型的 首先是这个香蕉船眼影盘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偏马卡龙色的彩虹盘 看湿色的话 里面是有哑光色还有珠光色 对这种颜色已经免疫了 这个眼影盘是有香蕉味的 它售价是30美元 另外还有三色的这个冰淇淋桶高光盘 这个是巧克力味的 是售价16美元 四色的三红盘是售价18美元 五对这个很夸张的假睫毛是30美元 哑光唇釉是10美元 或者你也可以买着一整套是104美元 再然后是Give Me Glow 那它这次出的这个眼影盘呢 是叫Extra Spicy眼影盘 加辣眼影盘 我吃东西都是要特别加辣的 这个眼影盘就是辣椒的颜色 就是大红色跟大黄色 里面是哑光色跟亮片色 另外还有三是哑光唇釉 是有橘色有红色还有绿色的 Give Me Glow现在也开始走食品路线了吗 再然后是小众品牌Pitchy Queen的 Spicy Sriracha眼影盘 又是一个辣味的眼影盘 这个辣椒酱也非常好吃 就是吃负的时候经常会放的 这盘眼影在他们官网上已经有售了 是29.99美元 颜色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大红大黄再加上一个蓝色 我真是越讲越饿 接下来又是跟Bakery相关的 就是这个Beauty Bakery Makeup出的眼影刷 这套刷区就做的很可爱 它的另一头都是这种烘焙用品 这个现在还没有上市 也不知道价格 再然后是这个函妆 Catch Beauty的新品 这个已经在Sephora上市了 这个牌子一直是做那种造型 比较奇特的产品 这次是这种印章的月亮高光 这个印在额头上 是不是很像包青天 这个简直是绝了 Browser也是这种涂张型的 是做成星星图案的 售价分别是24美元 接下来又是一个小众品牌 Makeup Scientist Cosmetics 这个是他们的Sodium Fine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是做成这种烧平形状的 它里面也是有亚光色 亮片色 还有Press Glitters 深紫色还蛮突出的 这个眼影盘非常贵 是要45美元 他们家还有这种试管闪片 是10美元一管 还蛮有意思的 再然后又是Lady Gaga的彩妆线 这次他们是出了唇彩跟唇线笔 9个颜色唇彩每支是18美元 7个颜色唇线笔每支是16美元 我对他们家彩妆真的是完全提不起兴趣 再然后是Makeup Revolution的新品 首先是他们的3D水果高光 这个是不是做的非常可爱 那有草莓 苹果还有桃子 每个是8美金 再然后还是Makeup Revolution的Glow系列 这个系列的包装是不是很像Sharlow Tubery 这个已经在Alta有售了 超大的那个28色眼影盘呢 是售价25美元 这里面就只有那个蓝色是横醒目的 别的其实大部分都是那种金钟大地色 另外还有6色的Bronzer是12美金一个 还有这种用在脸上身上的液体高光 还有用在脸上身上的这种闪油 再然后是Essence的新品 这个是不是也认不出来 这个是他们的Bronze This Way系列 包含这个暖橘棕色的眼影盘 泡纹画纹的Bronzer 腮红还有这个身体油 再然后是Melt Cosmetics 他们又出了一盘黄黄绿绿的眼影盘 那这个是他们新的Fall 20眼影盘 这个系列包括它这些颜色也是大麻相关的 眼影盘是售价58美元 另外还有棕色绿色的眼线胶 再然后是Box & Cosmetics的新品 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大家讲这个牌子了 首先是这个眼影盘是售价39美元 这盘比较醒目的就是两个蓝色还有一个黄色 整盘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暗淡的色调 对这个颜色没有什么兴趣 接下来是两个Bronzer 那这两个Bronzer的名字还蛮有意思的 一个是Rooftop 10 还有一个是Backyard Bronze 这个是售价28美元 另外呢就是唇部产品 再然后是Ophera的新品 是这个Glitch 2000系列 首先看这个眼影盘是售价29美金 这个眼影盘里面全都是金属色还有珠光色 完全没有兴趣 另外还有两只唇蜜 再然后是香气塔的夏季系列 是海洋为主题的 他们的包装每次都超美 两盘彩虹跟高光的双色盘是84美元 另外还有这个很有滋润度的唇膏 是34美元 再然后是香气塔出了这个大麻系列的面霜 那这个售价是125美元 它是特别针对那种泛红敏感肌肤的 然后是Gucci要出粉饼了 这个粉饼造型非常的复古 它的壳子是这种裸色 再加金色的 会出12个颜色 那目前上市时间还有价格还不清楚 再接下来是冷饭之王NARS 跟他们永恒的冷饭Augazum 高潮系列 简直了他们能不能出点新的系列 三色的腮红高光盘是售价42美元 六色的眼影盘是售价52美元 其中两个是新色 还有一个四色的很像shalloutubry配色的mini眼影盘 是售价25美元 唇彩是售价26美元 另外呢还有一个限量版的Augazum X眼影盘 这是售价52美元 这个颜色是不是也很有shalloutubry的影子 再然后是Vizier新品 这个Sprice Edit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是售价39美元 现在已经有售了 它的颜色就是非常的鲜亮 夏日 是非常可爱的橙色系的 它的配色灵感来源于Sprice Cocktail 喜欢橙色系的可以关注看看 再然后是Cordali 他们终于出了这个美白精华同款的面霜 他们这款美白精华非常喜欢 美白效果又好 而且超级温和 那这个面霜一定要收 然后是Shalloutubry新出的护肤品 都是Magic系列的 会有精华液 轻薄版的面霜 还有唇油 再然后是Melanie新出的卸妆膏 那它里面也是有大麻紫油成分的 这好像是他们第一次出卸妆产品吧 那这个是售价13.99美元 再然后是Milk Makeup 他们出了这个固体的身体油 它是绿色的 里面也是有大麻紫油成分的 这个产品非常贵 要50美元 5月19号上市 再然后是Pure Cosmetics的这个大麻油产品线 里面包含了有色润唇膏是20美元 定妆喷雾是28美元 保湿妆前是36美元 眼霜是39美元 现在是不是品牌都在做这个CBD产品线 最后就是Jeffrey Star已经出的这个麻叶形状的镜子 还包含一个绿色的猪 这个是30美元一个 这期的聊心品终于说完了 这期看到了很多小品牌出了奇葩的产品 和各个品牌都在争相出的CBD产品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